看到没有,那个叉烧现在有油已经在滴下来了 对,就是我们的创新的目的了 凡是粤菜馆都少不了一份广式叉烧给自己撑门面做招牌 但是,做这样一块散发着浓郁鲜甜味道的烧烂 究竟什么才是关键 惊鸿剔透的光鲜外表怎样打造 叉烧味浓多汁又是怎样锁住水分的呢 大家好,我是爱美食爱广州的住厨王燕 说起叉烧,大家都在餐厅吃过 很多家庭主妇在家自己也会做 可以说是各有各的口味 到底什么是正宗,什么是秘质 真是各式各法了 今天邀请到黄师傅为我们演绎美食 他将带来一道既有传承又有创新的广式味道 就是伊比利亚黑毛猪叉烧 黄师傅您好 你好 今天黄师傅跟我们做这个叉烧就不简单了 那最重要的食材呢 当然是这一个就是来自伊比利亚的黑毛猪 然后呢还有其他的包括有生抽啊,糖啊,盐啊,全蛋啊,取酒啊,等等的材料 然后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伊比利亚的黑毛猪啊 它呢是吃项目果长大的 而且我们今天吃的这个部分呢,是一个猪颈肉的部分 这个部分呢,肉汁很少啊,所以也有黄金六两的称号 那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部分的肉 它的肉和这个脂肪呢,好像雪花这样分布 分布得十分均匀 那它吃起来啊,肉汁是鲜嫩爽滑,韧颈也是刚刚好 第一步要把那个猪肉打成好像叉烧一样的样子 我们今天用的这一块猪厉害了伊比利亚黑毛猪 对,对,是西班牙有名的火腿的那个品种 对,黄师傅那怎样去判断你这个就是这块猪肉它的那个肉质好不好 就看它的那个猪肉的肥啊,瘦啊,能不能均匀的 肥的,瘦的都很均匀的,它就很好的入来的 对,像这个一样,你看多均匀 但是这个其实还是就是偏瘦是吧 是有一点,但是呢,如果猪肉呢,基本上这个已经最好的了 我们现在就是腌制了 要腌制 对 黄师傅啊,那我知道你是这个烧腊部的大厨了 听说你爸爸是这你第一代的烧腊部的大厨啊 是啊,我爸爸以前呢,没到白天之前呢 是在那个大同酒家呢 白天我开业之后,他才过来的嘛 那你是不是在当时啊,就耳如木啊,也跟你爸爸学了不少就是烧腊啊,做菜啊这方面的一些技巧呢 对,因为从小就跟着到爸爸,那时候就去那个大同酒家玩嘛 那时候是小孩子,那时候呢,爸爸就教我一点点的知识吧 也产生了就是对做菜做大厨的这样一个兴趣 对,是对那个参与饮食的那个第一感觉吧 但是你爸爸做叉烧的时候,他对这些调料啊,比如这个比例呢,会不会有一些讲究呢 有的,这个糖啊,盐啊,这个精粮啊,那是他都是要撑住来 要撑过 撑过的,对 就是他有他自己的一个比例,然后要按照他的那个严格的那个比例去调制 对,对,对 就是他做了三十多年的那个烧腊的那个经验来的 那这个算不算是你们那个家传秘方了 其实呢,做好一个叉烧呢,并非在配料上有什么秘诀 主要呢,是用心去研究,用心去对待,去做好它 烤好它就可以了 好,刚才我们师傅已经就是用手把它就是搅匀,然后也是按压了一下 是吧,在这个过程中,腌的过程中 对,让它那个,进那个味道呢,一定要搅动它,这样把它腌 腌了三小时 三个小时 对,三个小时 我闻到那个,就是特别明显的就是那个取酒的味道 腌这个为什么要用到取酒呢 因为取酒呢,会把那个乳的那个鲜味啊,还有那个乳的味道也提升了 现在放了下去之后呢,用猛火300度左右把它烤一下 哇,我看到这个火啊,可能是因为够大,所以一烧起来,特别的猛,特别有食欲 感觉那个叉烧会很香 对,那个叉烧一定要门口,它才能够那个香味才出来 老师傅,这个叉烧都已经烧好了,我们不是应该吃了它吗,把它挂起来干什么 这个就是我创新的步骤了 哦 还要把那个玫瑰鹿酒加进去,把它点着了 熏一下,把那个叉烧 哦,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 这个就是我们在传神那个叉烧的创新的那个步骤 哇,就是加上了这个玫瑰鹿酒还有海盐 在我面前烧这两块叉烧 叉烧啊,受热之后香气呢散发出来 哇,现在已经流口水了 再一个看到这样的火焰呢,食欲大增 哇,你看到没有,那个叉烧呢,现在有油啊,已经在滴下来了 对,把叉烧的那个油已经滴出来了 对,对,对,对 把它香味也提升了 我现在好像就有个感觉是在酒店里面在烧烤一样 你说多好啊 我现在看到它的那些油啊,再滴下来,我就特别的想吃 特别的有食欲 而且有一些位置已经烧到,好像有点焦香的感觉 对,对对 这个就是我们的创新的目的了吗 好香好香 而且看起来好好吃 对啊 而且这个火越大 让人感觉那种食欲就越旺盛 对 因为那个食品是越越好吃的 受热那些香味 真的是全部都挥发出来了 现在那种叉烧的香味 可以想象到 还有那种玫瑰露酒的那种香味 对 广州有一句话是 一鱼接上潮 有那个月亮的食品是 怎么都不会难吃 对 就把那个质量提升了 因为是广东的 是栗子叉烧 我们现在是招那个蜜汁进去 蜜糖淋在表面 对 然后那它表面就会有那种光滑的 亮面的 特别有色泽的感觉 对 看着就食欲大振了 师傅这个蜜汤有讲究吗 要用什么蜜汤 有啊 现在因为客人一般都很小吃这么甜 所以我们都调节过 把它那个蜜汤的甜度给调小 小了 因为现在人也是追求健康嘛 对 也是不想摄入太多的糖分 对 好了 黄师傅那现在烧好了 是不是要拿出来展建了 对 现在准备展建了 这个展建的时候有没有说那个大小呢 要展怎样的呢 现在在市面上呢 喜欢吃那个大够吃叉烧嘛 就大块一点 对对对 以前呢就吃了叫薄片一点 现在是一块一块的 而且呢广东烤了个叉烧 一定要有那个火鸡 就那个佛鸡 这就叫佛鸡了 哦 广东人都喜欢这样 才觉得它有火的颜色 火色 这样才香 对对 可是反而要留一点这种 就是焦焦的那种位置 对 首先啊这个叉烧 一端上来 哇 闻到的就是好龙的一国酒香 这个就是因为黄师傅烧的时候呢 是用了玫瑰露酒去熏烧 所以特别的一种风味 然后咬一口之后啊 我觉得里面的肉汁锁得好好啊 就是满满的一口那种肉汁在嘴里面爆发的感觉 然后我是喜欢吃它这个叉烧呢 有一点像黄师傅说的这个火鸡的位置 因为这个呢是比较脆 然后有焦香的感觉 跟你面这个肥瘦相间 比较软糯的口感搭配起来呢 那个层次就很丰富了